考考后的第一套 评价又好用的护肤品 外观们 你们的第一套护肤品都是多少钱的 就护肤这一块吧 便宜的判明效果 贵了又不舍得买 如果你也这样觉得 那就来看看这期 第一个RWBTI 鼻子上总是粗糙卡粉的姐妹看过来 咱就是说地基都没打好 还怎么建高楼呀 先倒黑头后修复 用这个就很方便 里面还有一个倒出贴 还有一个收缩贴 要先用这个倒出贴 看着这个膜布真的和鼻子很贴合 护肤之后咱们静静的等待10分钟左右 鼻子上就会有一些小东西冒出来 就让它送了这个棉棒给它刮一刮 然后这上面一些小东西就被刮下来了 真的太多了 最后就用这个收缩贴 附在鼻子上 敷个10分钟左右 像这样子给它敷平整之后呢 让它收缩舒缓一下毛孔 这个敷起来就是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整体用下来就感觉很温和 不会刺激 不然你直接看一下这个鼻子的状态 就是比刚才要干净了许多 直接化妆的话就不会感觉到脏兮兮的了 难怪那么多怪怪们都不安理 就众多去黑度的产品里面 它的价格是真的香 第二个是XDG的这款绿色的水乳 它真的劳好用了 这即将是我用空的第二套了 怪怪们真的你们都给我用它吧 它真的好清爽 夏天用起来真的很舒服 就是我已经用完了一套了 然后脸上已经没有怎么出油了 它就是能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调节脸上的一些水油平衡 这套水乳我的使用频率是真的很高 最后一个是这个身体乳 我前面不是纹身的嘛 真的就是不瞒大家 我闻的是一个半倍 然后它的一个面积就会很大 前面几天就疯狂的结痂 起皮脱皮 真的很难受 这款身体乳它的质地是做的真的好 就是在保湿的同时它又不粘力 而且它还是一个长效保湿的 像普通身体乳的话 最多就是能保湿两三个小时 但是这款身体乳的话就是 我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涂上 我下午八九点钟去摸一下我的腿 上面还是滑滑的嫩嫩的那一种 而且它吸收之后呢 它是完全不会粘力的 这个身体乳真的是这个 实话